大家好 很多朋友在养护吊栏过程中 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叶片已经非常的难看 被虫咬了 或者是发黄了 或者是黄叶太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 让它快速的生长一颗新的吊栏出来呢 其实非常简单 取消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给这个吊栏全部可以砍下来 大家不要担心这个吊栏会被砍死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 我这边这一颗就是前段时间 大概20天左右给它砍了一次头 现在长得非常的漂亮这一颗 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 非常简单 只需要用锋利的刀 直接在这个盆的瓶口处 直接把这个吊栏给割平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给这颗吊栏砍完头之后 大家暂时不要给它浇太多的水 最好砍完头 给它浇灌一次含氮元素高的肥水 比如说用一些氮肥 让它有足够的氮元素促使它长新芽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通风的地方 来养护一段时间 等它长新芽出来 我们再正常给它施肥浇水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养吊栏出现这种问题 该怎么解决 我们下一期再见